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日前一份杭州亚运会各项目运动员热赌前十名榜单引发网友热议 榜单中奥运冠军跳水名将全红蝉台名第一 田径女子白米兰选手吴燕妮紧随其后 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楚清位居第三 奥运冠军陈玉希、樊振东、孙颖沙分裂第四至第六位 中国田径名将谢震燕和葛曼奇 以及奥运冠军马龙和张宇飞等均进入前十 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这十位热度人物中 只有一人没能拿到杭州亚运会金牌 亚运会十大热点人物全红蝉第一 本次杭州亚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最终收获了201枚金牌 超过了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199斤 刷新了历史最佳战绩 媒体从运动员名气、话题热度、外界关注度等 评选出本届亚运会中国军团的十大体热点人物 排名第一的是东京奥运会冠军全红蝉 本次比赛 这位来自广东湛江的跳水超新星 斩获女子单人和双人十米台两枚金牌 尤其是在女子单人十米台决赛中 她再次跳出了满分的成绩 为观众在线水花消失数 在比赛后的央视采访中 全红蝉毫不掩饰地回答了记者的31个问题 展现出她非凡的自信和开朗 她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也让网友们惊叹不已 在接受采访时 全红蝉强调 她的成功离不开毫不松懈的训练 以及教练和队友的不懈支持 她坚定自信的言辞 充益着决心 令人为她的成就喝彩不已 社交媒体上的网友们纷纷表示 全红蝉在比赛场上的出色表现 令人刮目相看 而她在镜头前的开朗魅力 更是令人眼前一亮 她积极的态度和自信心 不仅是她成功的关键 也将成为她未来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节目录制过程中 全红蝉展现了自己的剑谈本性 在镜头前 大方帝称赞陈玉希 引来观众的笑声和惊喜 全红蝉在节目中表示 她陈玉希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但是她在镜头前很能说话 但我在镜头前却不会 她很漂亮 充满魅力 无论是在训练还是比赛中 她都表现出了非凡的努力 陈玉希也不甘示弱地回应道 她 全红蝉也是一个很努力的孩子 真的很努力 从这档节目的采访内容中 我们可以看出 全红蝉和陈玉希的关系非常好 可以说 就像姐妹一样 这两位年轻球员 在少年时代就相识 不仅是最好的竞争对手 同时也是彼此的好朋友 一年来 她们花了很多时间 一起训练和生活 这让她们的感情更加深厚 正如奥运冠军 和世界冠军一样 全红蝉和陈玉希 首先都是普通女孩 她们并没有失去 自己的纯真和纯真 她们性格都很纯洁 所以成为好朋友 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趣的是 当陈玉希在亚运会上 获得亚军哭泣时 第一个上前安慰她的人 是全红蝉 而当全红蝉在市井赛 输给陈玉希时 陈玉希也在她身边 可以说 这两个人 一直都是携手并进的 她们是竞争对手 而不是敌人 然而在节目采访中 全红蝉的喋喋不休模式 与亚运会后 面对媒体时的犹豫 形成先铃对比 这主要是因为 全红蝉还没有适应 在很多人面前表达自己 当只有主持人一个人提问时 全红蝉能够流畅地表达自己 毫无顾忌地说话 表现出她的快乐和自信 陈玉希还评价 全红蝉在生活中 是一个性格外向的人 总是能给乐子带来很多 给人正能量 由此可见 在中国跳水队内部 全红蝉绝对是大家的幸福国 虽然亚运会已经过去了 但对于全红蝉和陈玉希来说 这只是她们的期中考试 她们目前最重要的大考 当然是巴黎奥运会 届时两人将上演巅峰对决 看看谁能夺得奥运金牌 这个故事留下了很多疑问 比如 全红蝉所表现出的 喋喋不休的模式 会在未来的比赛和采访中延续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会适应公众的关注 并表达自己吗 陈玉希会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给她安慰和支持吗 排名第二的是 中国田径女子白米兰运动员吴燕妮 她在女子100米兰决赛中因强跑 被取消了成绩 自从在成都大运会 夺得女子100米兰的银牌后 吴燕妮信心满满 多次豪言要在杭州亚运会夺得金牌 吴燕妮有这个想法 自然有她的理由 她在成都大运会不仅夺得银牌 还跑出了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2秒76 达到了身家巴黎奥运会的标准 这个成绩也是今年亚洲的最好成绩 吴燕妮自然有信心在亚运会夺冠 吴燕妮顺利进入了杭州亚运会 女子100米兰的决赛 可在决赛中 吴燕妮抢跑了 被取消成绩 吴燕妮也就失去了争夺奖牌的机会 不过这次判罚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赛后 吴燕妮接受采访 依然认为印度选手的动作影响了他 他觉得能跑出第二名的成绩有一点遗憾 他将在以后的训练中找出不足 然后在巴黎奥运会展现出中国力量 中国速度 中国气度和中国风度 其实吴燕妮不是第一次抢跑了 今年7月进行的亚洲田径锦标赛 女子100米兰决赛中 吴燕妮就因为抢跑被罚下 吴燕妮曾接受采访 承认起跑是他的一个硬伤 10月1日 杭州亚运会女子100米兰决赛 吴燕妮抢跑成绩被取消 吴燕妮深夜发文道歉 非常抱歉 我因为抢跑最终被取消了成绩 辜负了所有人的期待 让大家失望了 在此 我向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 表达深深的歉意 也向今晚比赛的同组选手表示歉意 对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我尊重裁判组的最终决定 尊重规则和比赛 也向完赛的队友和对手们表示祝贺 当然更要祝贺雨薇 为中国队赢得金牌 吴燕妮称赛后教练已经与他进行了初步的复盘 我的起跑技术需要改进 我的心态需要重新调整 我实在是太想拼下这场比赛了 甚至对身边的印度选手亚拉吉出现了误判 真的很对不起他 是我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最终被压垮了 但我不会认输 体育教诲我的就是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爬起来 接受失败正是失败重新再来 男子乒乓球世界冠军王楚清排名第三 他凭借着男子单打 男女混合双打 男子双打 以及团体冠军的成绩 获得了超高的人气和关注度 排名第四的是陈玉希 他在杭州亚运会 夺得女子双人十米台金牌 樊振东的热度排在第五位 本次亚运会 这位乒乓球男单世界第一 再次与单打金牌擦肩而过 另一位国乒名将孙颖莎排名第六 中国田径短跑功勋老将谢振业排名第七 本届亚运会 他在男子百米决赛中 跑出9秒97的成绩获得冠军 同时他还拿到了亚运会 男子百米接力的金牌 奥运冠军马龙的热度排在第八 他在杭州亚运会 只参加男子团体的比赛 中国游泳队灵魂人物张雨飞 和中国田径女子 百米中流底柱葛曼旗分别排在第九和第十位 两位姑娘是目前国内体坛的两大顶流 对于这份榜单外界议论纷纷 有网友留言 这十个人只有一个人没拿到亚运会金牌 真敢听 可以把那个没成绩的挪出去吗 还有人表示亚运会不仅仅要看成绩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 运动员在赛场外的话题 同样是体育比赛的一部分 对此你怎么看